- 火力會講 哈囉 我現在要執行我的秘密畢業計畫 因為我下禮拜六 不是15號就要畢業了 然後我要送給跟我好的 11個同學還有老師 自己做的乾燥花 然後就是我今天早上去花市買的花材 主花就是 蓮花 但這個是已經乾燥過的 我買不到還沒有乾燥的 有兩種顏色 其中一個是 藍色的 我想說送給男生 就是對的區別這樣子 然後做培青的話是 黃色跟白色的 蠻吃心 因為買起來數量多 然後 然後做 襯托的效果也不錯 然後還有勿忘我 紫色跟白色的 紫色跟黃色做的對比色還蠻強眼的 我介紹一下我自己一個 就是 每個人客製化的貼紙 有學號跟姓名 我現在要開始來撿這些花材 然後把它倒掉 就是曬個兩三天以內 就可以完全乾燥了 但是 我的天啊 我也抽了 是 在今天 我可以 kleine 我的天啊 我可以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燥是第二天 昨天做完今天晚上所以就沒有拍 目前看來都還沒有乾 應該還要再兩天三天左右 今天是禮拜四 離我上次撿花材到現在乾燥 已經過了差不多五天左右了 我現在要來把這些花用包裝紙包起來 然後呢我剛剛已經包好了 男生的花跟老師的花了 在這邊貼紙 貼在前面 就包了 我媽居然說很像手捲 那麼貴的手捲 拜託 然後我給自己也包了一束 想說應該不會有人送花給我啦 我就自己包了一束 然後但是我沒有去印度過自己的貼紙啦 然後老師的花的話是用比較多層次的包法 想說跟其他人不一樣 貼紙是貼在後面 那我現在要開始包了 我會先拿這種比較薄的雪梨紙 它通常是拿來抓皺 就是它的材質是像宣紙那種的 它可以拿來抓皺就是增加花束的層次感 本來是沒有人要用啦 只是覺得 反正都買了 而且只包一層黑色的好像有點薄 因為花比較小 完全拍不到 再來用正方形的 外層的質 它是比較防水的材質 因為它防水是我才買想說 材得很容易下眼 它一點點點下眼 最後大概長這樣 我會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後讓花的位置比較好看 不是都調一下 然後直接抓一下 讓它有點皺皺的 然後再貼一貼就好了 這個我都已經割開過了 我原本其實都沒有割開它 這樣子移出就好囉 兩千年後 終於都包好了 包子要三杯的 總共有十三樹 今天是六月十五號 然後我要去當送花小天使囉 掰掰 今天是六月十五號 然後我要去當送花小天使囉 掰掰 紫色 紫色嗎 紫色 你看你很貼心耶 你真的很貼心啊 看就只有我一個看 為什麼你們兩個都很貼心 這是老師的 有沒有浪費的表示 沒關係 7小時後 哇 小夜的愛心 太高 太高 好 謝謝 欣賞是一個懷孕 永逸愛和 謝謝小夜 小火 一二三 謝謝 謝謝